在1995年1月17日凌晨5点多时 神户河大阪发生了六级地震 大轿断裂 凡屋倒塌 刚被埋在了废墟里 幸好被平安救出 所有人都去学校临时避难 学校又有部分倒塌 广播大阪死亡439人 但在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些 而在地震前的高半桥 还是潮风小学 六年级一般的班长 同学评价是个只会考虑自己的自我主义者 同伴的美凡好心提醒他要写毕业演讲告了 可是刚专心准备升学考试不予理会 还推了美凡一把 刚的父母对他期议厚望 刚也很认真的学习 暗示胜不齐班 因为他很想要上好学校 以后才会有好工作 现在发生之后 刚的老师四处寻找自己的学生 看看是否都安全 刚的爸爸去帮忙救援 结果自己的腿骨折受烧伤 刚的同学何兴君 在这场地震中失去的爸爸 成为了孤儿 那时候刚的爸爸和何兴君 一起去救他爸爸 可是没能救出来 因为何兴君的家打破不止 烂烧了母娘把何兴君的爸爸买住了 刚的妈妈很担心 住在厂前的爷爷奶奶 爸爸觉得很抱歉 在这紧要关头 却帮不上忙 刚听了爸爸的话 决定帮帮忙 女婿他偷偷拿着地图 路上刚碰见了伤心的何兴君 何兴君看着废墟 沉默的回忆者和爸妈的快乐时光 刚请教何兴君 原谅他爸爸没能救出何兴君的爸爸 然后继续出发了 老师通知何兴君的阿姨 接走何兴君 在此之前 她被安顿在安全区 要打起精神了 而刚的补给伴侬也坍塌了 一路上都是废墟 烟火味和被伤了人们 受伤了人们 他还看见了一村的人 都在骑行鞋地的用水桶灭火 地面一身边的空空洼洼 刚的自行车翻车 自己投筹地的 跌进了坑里 幸好被路过的救援志愿者 给救出来 等到了长天 有一群年载救 被埋在坍塌房子里的老奶奶 大家万众一心地给老奶奶加油 然后刚也加入帮忙 最终老奶奶被救出来了 大家都很开心 长天一旦收到的地震比较严重 周围都快烧美了 刚找到了爷爷家 看到爷爷的留言说 自己和奶奶在长天小学避难 刚急急而起 还开心地乘着夕阳 走上了回去的路 在路上 他觉得自己有时间 可以写美凡 让他写的毕业演讲稿了 可是 路过美凡家的时候 却发现 美凡一家都遇难了 回想起美凡曾经说的 回忆是那么的珍贵 刚难过极了 当晚他就梦见了 自己和美凡一起长大 玩耍的美好回忆 刚觉得他会极乐 当初他不写演讲稿 还推了美凡 现在连道歉 都没办法补收了 而何信君一想起爸爸 依旧很痛苦 刚鼓励他 快点斟酌起来吧 老师也鼓励他 可是 他还是无法克服悲伤 忘却悲伤 照顾何信君的夫人 也鼓励何信君 这一场地震 改变了大家的命运 输给了悲伤的事情可不行 因为你经历过痛苦 更得好好活下去 大家都是好伙伴 都会互相帮助的 大家都做起新协力 做起了灾后防疫 清理卫生 供人们也开始 慢慢地维修工作 何信君和自己 一样的小狗狗 在家附近玩的时候 小狗狗帮他找到 何信君爸爸的靴子 何信君很开心 可在抱着靴子后 心情就有开心 瞬间转化为悲伤 而悲伤使他浑身 都颤抖起来 在安全区 有一大爷和大妈 差点吵了起来 因为大爷的呼噜声 吵得他睡不着觉 于是大妈起来打扫卫生 结果把大爷吵醒了 希望花婆婆出来劝架 让恶人珍惜 好不容易活下来的生命 都退一步 才能海阔天空 最后花婆婆给了大妈 一二塞 矛盾就这样简单地化解了 之后何信君的阿姨 终于从四股赶来找他 这个阿姨是他妈妈的妹妹 但是何信君并不怎么认识他 阿姨本想给何信君 换上新衣服 可是何信君身上的衣服 只能把把你中前 扔给他的 让他好好活下去的遗物 所以何信君 当然不肯剁下 何信君还会走速悲伤 老是让阿姨过段时间 再借走何信君 于是阿姨只好 自己先离开了 一月三十日 小学就复学了 刚他们都很期待上学 但是没法和其他同学的死 让班级笼罩了一层悲伤的气氛 何信君当初 因为太腼腆 而不愿去上学 这次开课 他也是偷偷地在在门口 听了一节课 第一堂课 老是让大家说说这次 底生自己悲伤的事情 为了让家缅怀死男同胞 有位同学率先说出了自己奶奶 在镇中死去的事情 她的奶奶被埋在坍塌的房子里 爸爸拼命地想要救奶奶 但是大火太大了 最终奶奶笑地说 谢谢 快离开这里吧 然后奶奶放开了手 那时候要是有水的话 奶奶也不用死了 她的哭泣 感染得全斑 也许每个人在这场地震中 都失去了重要的人吧 老是让大家铭记 失去的人 并且相信大家有一天 总会克服这悲伤的 因为这次所有人 都必须迈过地砍 适者已适 但大家因为悲伤 而没有干净 可以理解 接着老师又给大家 上了一堂生命之课 老师说他的女儿绿 也被埋在了坍塌的房子里 没了 她也后悔 没能更明白生命的价值 如果她明白了 也许绿也许不会死了 她是这样的懊悔 和不甘心 之前老师到处去寻找学生 外星学生们的安危 起心地照顾大家 还温度地对何信君 笑点相迎 没有人知道老师 失去了女儿 也没有人知道老师 每天背负着多大的痛苦 同学们发现 大多数的房屋倒塌 都是因为当初建房子时 被偷空剪掉导致的 于是有学生说 自己长大 要当建筑师 然后造出地震八级 也不会谈她的房子 虽然气愤 还是有些压抑 但是这群孩子 在不知不觉中 都有了一股莫名的感情 而活着的理念 也变得更强 后来 刚和同学们 已经话伯伯聊天 话伯伯和同学们 说她家的房子 因为自然灾害 已经太大过三次了 现在 又一无所有了 但是年纪大了 觉得能睡个安稳觉 就是幸福了 今天的灾后供给提供 是乐汤 何清君总是很照顾花婆婆 给她排队 拿了一碗乐汤 爱上的女同学们 何第一给何清君 做了个枕头 希望她能走出悲伤 做个好梦 上学考试快到了 可是经历这场地震 刚觉得自己 不想再上市立学校了 她觉得只为自己着想 上个好学校 找个好工作 这样是不对的 爸爸的工资坍塌 爸爸也失业了 有过大学生志愿者 她渐心尽力地帮助灾民 但刚觉得 能够帮助他人 是件伟大的事情 离世安置房 见得差不多了 越来越多的人 离开了安全区避难所 花婆婆虽然分到安置房 却不肯离开避难所 因为家里一直 就她一个人 在避难所里 却有一堆人 对她很是关心 很照顾她 她不想再一个人了 一个人一个星期 一个月没地方 说话的可能都有 太久不说话 会不会不会说话了呢 这让她很害怕 刚和她的同学听见了 越是自主地成立的小组 决定每个星期 都去看望花婆婆 和其他的独居老人 花婆婆看着这一群孩子 感觉得到了一辈子的幸福一般 在六年级学生的 毕业典礼快到时 刚和何兴君 是从小的好朋友 刚鼓励何兴君 到时候在毕业典礼上 一定要自信地 喊出自己的名字 这将是很重要的纪念 何兴君决定尝试 于是和她的小狗狗 一起在海边练习 在毕业典礼上 刚和官司 一起读了毕业宣言 同所有毕业生 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 然后同学们轮流 喊出自己的名字 到了何兴君 那她腼腆了 而说不出话时 是小狗狗鼓励了她 她才勇敢地喊出了 自己的名字 何兴君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勇敢了 刚送她去四国找阿姨 当初自己想要离开神户 却更好的地方发展的梦想 已经被改变了 现在的她 只想好好学习 读更多的书 然后留在神户 只要是能够帮助她们的工作 她都愿意做 何兴君坐上车后 却发现窗外 有一群同班同学 还有老师在追车 痛他道别 将成为她一辈子 都无法忘记的回忆 片名《地球变动之日》 特别浪漫的一部作品 男主一开始 是一个极其自我的人 他认为工作只是简单的 为了工资 为了生活 并没有想到 还能造福百姓 这是在地球变动后 才出现的自身改变 有人整天抱怨社会的不公 但是真的让他们去死 他们又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留恋 当年也有很多人 是真的被绝望吞噬 而彻底放弃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人 什么时候会遇到意外 什么时候 会被绝望笼罩 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当下 另外 花博博的初上 以及小女孩没翻 全家遇难 都给这场地震 增添了别样的味道 可能你很忙 可能你真的有事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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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可能 有时间的话 多抽空陪陪孩子 陪陪父母 陪陪家人 不要等机会失去了 才开始懊悔 而在现实中 存在一种情况 就和子女等关系 因为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矛盾 导致双方关系僵硬 都拉不下面子 你杠着 我杠着 最后一放 走了 你怎么走得那么快啊 我还没有来得及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用了 适则已逝 或许 活着的人还会因此 活在一辈子的愧疚中 这就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说教电影 还特别问咯 看完后真的会让 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活在当下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登拜登 谢谢大家 好